其中这个苏仁卿跟廖国栋的部分 因为是被这个院方认定 是这个施压经济部官员 最多次的 特别是廖国栋 那他在这个执行当中 也特别提到 他说泰流是什么我不清楚 后来才知道 是要去补公司法的漏洞 结果被检方拍到 他是亲自是拿着这一卡皮箱 去里面都装满了钱 然后拿回家 那再来呢 陈超明也是 刚刚我们没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VCR当中他所提到 因为他说他曾经被羁押过 那那个案子 其实是非常久远 1996年的时候 所以他说他尝尽人生的冷暖 司法改革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司法改革是什么呢 他就说他一度他想要提案 提什么案呢 就说检察官法官上任之前 要先积压三个月 这是哪门子的司法改革 还是行报复之时呢 来秦皇 我觉得他这个行报复之时的 这个意味当然比较重 因为当年陈超明 在1996年的时候 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审议员 因为保健手册的案子 他也一次是图立 另外一家厂商 而且当时也是被怀疑说 收费60万 所以他当时被羁押六个月 而且他是一直打到 庚无审的时候呢 被判无罪 那你也知道早期 其实很多时候 这种贪污制罪条例 里面要定罪 其实相对难度是高的 所以那并不保证说 完全都没有问题哦 而且现在的时间点 跟那个时候时间点 已经差了24年了 所以陈超明这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跟他当年比起来 其实看起来也是很讽刺啦 那另外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廖国栋啦 陈超明尤其是廖国栋 在这里面检调其实已经跟 就是已经监听他们一段时间了 在这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你很多东西 你根本就 李恒隆方面付给你的钱 跟你办公听会讲话 跟你把经济部官员叫来骂 几乎都是如影随形 其实做一件事情 就付一件事情的钱 举例来讲 像苏正清 2014年底的时候 他办了一个这个协调会 这个协调会呢 找了当时的行政院副秘书长李世川 也找了经济部长 当时的经济部长邓正中来 来了之后呢 来了就当然苏正清 跟他们训了一遍 训完了之后呢 后来这个李恒隆 就交付给他 给苏正清 六张五十万的支票 所以你会发现 这几乎是紧密相关 那廖国栋也是啊 廖国栋你看 2015年的五月的时候 当时呢 这个李恒隆也是交付给他 四张五十万的支票 这等于两百万哦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五月要给他这笔钱 因为在2015年六月的时候 监察院有一场会 这个会呢 这个早餐会是要 也是要查说 收购经营权之争里面 有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会里面呢 等于那个廖国栋 是大力的帮李恒隆他们讲话嘛 所以当然这个李恒隆 就要付给他相对应的报酬嘛 然后六月到十一月左右 李恒隆都有付钱给廖国栋 所以你看为什么今天传出来 今天传出来是说 检调说在这过程里面 你想想看哦 2015年到2020年 五年的时间耶 然后你看到的是 他们现在告诉你说 经济部的承办人员 真的是不堪其劳 为什么 动不动就叫到委员的办公室 去罚站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承办人 这个案子你明明你也改不了 但是廖国栋就一直在拗你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回溯 你去看哦 去年2019年12月18号那一场 我们昨天节目介绍那场 公听会里面 徐永明办的那场公听会 廖国栋在会中里面 还告诉大家说 这假的就不能变成真的嘛 既然是假的 为什么不能回溯 其实廖国栋这样的主张 你去想想看 你是经济部的承办人员 你敢去答应这个委员说 我可以回溯吗 那更扯的是什么 廖国栋自己在立法院的 议场上面 还告诉你说 泰流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啦 不清楚那你现在是在讲什么 不清楚你在拗人家要回溯什么东西 所以刚刚国栋在讲的是 当初李恒隆收购的经营权之争里面 是关键增资的会议记录里面 那个到底会议记录有没有效 所以后来才发现公司法漏洞是什么呢 公司法漏洞是对 未照文书是不行 但是灯载不实这件事情呢 在当时在公司法适用里面 是认为说这不在里面 所以就认为说这灯虽然灯载不实 当初那个人有罪两个月 但是呢那个会议还是一样生效 那个增资还是有效 所以才要去补公司法的漏洞嘛 但是你不可能说我后面的修法 硬要去回溯到之前的这些事情嘛 所以你可以发现 现在你要能够撤销 当初徐旭东的登记 硬要做到这个李恒隆药的标准 就只能回溯溯及既往 所以你想想看 对于经济部这些人来讲 这有苦难说嘛 就你一直要凹我要回溯 但现实上就是不可能回溯 所以到最后廖国东怎样呢 就叫人家在那边罚站 就罚站 那你想想看 对于一个经济部的官员来讲 那个也是我们纳税人拿出来的钱 在养他付他的薪水 你叫他到立法院的办公室去罚站 你觉得这有道理吗 这怎么听你都觉得很奇怪嘛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法官为什么裁定廖国东要积压 他讲说他是多次 常常施压 然后让这些官员不堪其扰 所以你会发现 他们已经造成了中华民国 我们行政体系上面的另外一种错乱嘛 就为了你的钱 你可以这样随便叫行政官员去罚站 对那就有李恒隆的角度呢 他是不是荣心大悦 哇看到这个立委这么的用力 他钱就付得很爽快啊 从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啊 你看像在苏正庆的部分 他就讲说什么 苏正庆在2015年10月的时候 2015年10月的时候 当时是在立法院的王金平 主持了一个协调会 在协调会里面 苏正庆的讲话 显然这个李恒隆看得很满意嘛 所以李恒隆下了一个助脚叫做 哇这个也表演得非常好 表演得非常好 然后呢2015年的11月 他就约了这个苏正庆到日本料理去吃饭 然后约好说报酬要再给他1000万 廖国东也是啊 去年这个我们讲说 2019年12月18号的公听会里面 这个廖国东也是讲话讲到 因为他一直骂经济部的那个司长嘛 经济部出来的司长 那个叫李美嘛 他骂得让觉得李恒隆看得觉得很爽啊 所以李恒隆去跟他一起合作的 我们讲的统领翁家 他的老朋友翁君志讲说 哦这个中哦 就说这个 这个是我们自己人哦 这个有中哦 他会去讲这个话 就表示说李恒隆觉得说 看了这个过程里面龙心大悦嘛 所以你看从2015年到2019年 去年12月18号 相关过程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些关键的录音的译文传出来 就是因为在过程里面 李恒隆是自己都看着这些委员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时代力量 我刚刚其实为什么不想特别多讲 是因为你时代力量 徐永明被人家被人家抓到说 你去拿人家的钱 然后帮人家办这个公听会 然后把中华民国经济部的官员 叫到现场去羞辱 这也就算了 你知道那里面最惨的是什么吗 李恒隆一样给他评价哦 李恒隆不是从此就不讲话哦 李恒隆对于徐永明在公听会里面的表现 他给了一个评语你要想说 徐永明拿着时代力量这么大的面子 付出这么大的政党成本 去办了这公听会 然后这个李恒隆的评价是 他讲的很差 给他两百万觉得不太值得 然后呢 然后说反正这个人呢 他明的不要他要按了 所以我们另外再找两家公司 在付钱给他 你要想说你都特别花了这么大成本下去办了 然后被人家糟蹋说你讲的不好 给你两百万 他觉得这个价格好像不太值得 那你不觉得 你把整个时代力量的这个政党 通通都赔到里面去 还被人家糟蹋吗 所以我们才会说在这里面 我觉得徐永明在这所有角色里面 把时代力量整个拖进去 看起来是最不值得的 最后要回过来讲 这个时代力量在里面 我还是要讲一件事情 现在的时代力量 你还是要解释清楚 为什么你们需要这个一百万两百万的钱 时代力量不是没有政党补助款 在上一任的时候 上一届的时候 他一年是三千多万的政党补助款 三千七百万 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已经到了五千万 你一年有五千万 你一个月换算下来 一个月有四百多万 那为什么你养你的党工资 还要去收钱 你还要去收这个钱 你会有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 但是时代力量 现在你会发现 自己不但没有讲清楚这个疑问 然后在李恒龙相关的叙述里面 也点到说 他其实一直很希望 这个黄国昌可以出来帮他 等等这些资讯 以前黄国昌被讲到这种事的时候 会大方的出来告诉你说 这都是假的 或者这种东西大声搏刺 他跟我没有关系 我一点都没有理他 但黄国昌这一次 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的低调 今天出来跟 透过媒体发出来讯息 叫做他觉得百感交集 这个时间好像不是 你要觉得百感交集的时间 这个时间是你要出来 跟大家讲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间 而且更严重的是 时代力量这两个市议员 你会发现他们退党之后 现在传出来的是 反正党中央也不爽 他们很久了 然后所以感觉 好像这两个人走了 走了就算了 这种感觉 如他们所说 但你就会发现 对你就会发现 今天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不要忘了 时代力量是在太阳花 学运之后 怀着很多社会大众 期待所成立的政党 这里面有很多是 大家认为说 是形象很清新的年轻人 那为什么到今天会走到 好像时代力量的党中央 跟这一票已经出走了 一票我们说可以 主明星队的年轻人 已经好像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 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时代力量 现在我觉得他党主席 秋显志 你要跟社会大众慢慢去讲清楚